滔天水流泄流而下 医院后方竟出现了一个巨型瀑布 被大雨猛怪到水势奔腾 潮宅社区也有瀑布奇观 水势相当吓人 大陆广东暴雨下不停 像是灌不掉的水龙头 中山市短短6个小时 就下了超过300毫米 超过不少北方城市半年的雨量 打破当地5月的降雨记录 城市边内海 许多街道因为淹水瘫痪 车子泡在水里面顶 民众大傻眼只能望水星探 是我的车全淹了被水包围了 医院也被大水灌进 医护人员在泥水中 紧急抬着病患撤离 有女驾驶受困 爬出天窗撑着伞 随着水流往前不知所措 警察半身泡在水里 一个个车窗敲打关心驾驶 高楼上的居民狂喊 要下面的赶紧逃 不要往那边走了 小吃店的老板奋力扫水 这家店半个月淹水四次 冷气冰箱全坏掉 老板快崩溃 鳌鱼养殖场的外墙 被洪水冲刷 四只鳄鱼在鳌鱼的助攻下 集体落跑 在大街上游水 民众目击吓傻 好在最后四只全树找回 没有人受伤 香港也被鳌鱼侵袭 七共一栋千万豪宅内 大人小孩一家三口 用力挡门 却无济于事 大水不断从门缝中灌进 高级家具全泡水 损失惨重 香港部分地区 累计降雨量超过400毫米 至少通报了15期土石流 在庙烟尘霓河部分路段封闭 政府宣布学校紧急停课 呼吁市民注意安全 记者张怀宇综合报导